不过上回的山土而台风引发了放错架的质疑 这回康瑞台风来袭 中央气象署预计要增加晚间9点的预报 让现实政府可以更新更完整的讯息 而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 明天是否停班停课可能会因此延后到晚上10点之前宣布 不过北北基陶的宣布时间暂时没有动摇 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召开了房台准备会议的时候 他表态了原则上还是晚间8点 向市民报告 因为太晚的话可能会造成困扰 其他的三位市长也维持相同看法 康瑞台风逐步逼近 强警风势恐怕带来严重威胁 让被台湾也绷紧神经 台湾市长蒋万安 周三一早召开房台准备会议 紧盯台风动态 直视上回山土而台风 北市连续放了两天台风架 风雨却不如预期 引发放错架质疑 中央气象署现在也有新做法 将增加晚间9点的气象预报 让县市政府能掌握最新台风动态 判断更准确 但北北基陶却不打算调整 宣布时间 原则上都是8点钟公布 如果太晚可能会造成市民朋友的困扰 四首长有共识 忧心延到10点宣布 影响民众作息 除非遇到特殊情况 如果说7点所提供的各项数据 还无法很具体做一个判断 当然我们就会实现是延后 放假的边缘的时候 我们也会参考中央给我们更多的数据 不过也有县市从善如流 台中市长卢秀燕 特别向市民朋友提醒 台风来袭先别太早睡 有可能必须要到10点左右来宣布 所以可能有些民众会不太习惯 我先特别先预告一下 上汇引发明院的还有双北水门 关闭时间不同调 加上北市下午5点就封闭 导致下班尖峰时段大塞车 内湖遭痛瘫痪 我们下午4点只是停车场指出不进 双北同步30号晚间8点开始脱掉 晚间10点水门完全关闭 超台变化大如何决策 台风政治学也让手掌伤痛脑筋 记者欢迎欢迎蔡台报导 Aaron 好